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不管怎麼樣的話 我還是可以透過一個比較完整的系統 讓我的案件給量出難 因為最起碼不管行李宗盛 你必須要給我一個機會 你不可以把這個東西完全給主設起來 但是因為製作們它設計本身是有一個問題是說 在那個清代以前 金鋒它很容易被製作是一種樂術 對 然後它本身就是 因為它不一定是足迪生素 然後它可能一下子就到京城裡面去了 所以其實在傳統的設計裡面的話 所謂樂術它本身就是有一個失意式的作品 就是傳統對報告的那種設計 那我不是說就是說在清代的話 它一定是以夜宿罪來背代這些原告 其實並沒有 但是就是說讓這些陳述人本身 可能是一個內地有作罪的概念的話 是在歷歷行程裡面就已經存在了 所以他們在審理這些情況案件的時候 你要找到一個完全就是案件裡面沒有任何問題 完全告實的很小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跟我們後來就是說有很多學者研究的 就是在清代告狀的藝術是有關係的 你要是只告一件事情或是一部分事情的話 不夠狠狠 就是說可能你到那邊去的話 只能說這個案子你不一定要到這邊來 你可以到地方上去審明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所以它主要就是有一種就是說他們會牽孔 就是說它覺得真的案件裡面只有關係的人 有關係的人或是沒關係的人 總而言之它可以把它寫得比較大一點 它把很多人都寫在自己裡面 或者很多事情全部都砸在一起 寫下這個程序裡面 也會有這樣的情境 所以又會造成說人家在審慶的時候 比如說他很認真的真的提及人犯 然後到審慶的時候 會發現有很多沒有關係的人都在這個裡面 那要怎樣處理這些就是審慶的原告呢 那他們也會根據各種情形來對這些原告檢出你 如果你真的是含冤 比如說你家居住的人真的很可憐 然後可能各種原因吧 然後也許你可能真的被地方上官員披押了 然後但是因為你在某種原因上面 我也不能去處理這些地方上官員 但是你家居住的人很可憐 那我們就說你懷疑悟空 然後但是齊情可明 所以就免罪 然後這是一種情形 然後另外一種情形呢 就是你雖然天空有一些人 然後你懷一些人 然後你但是你也不要告得很嚴重 那我就告你一個分數不是最多就講你反 這也是屬於比較親人罪 那如果說你告人就是被認定為誣告的話呢 那我就以誣告罪反駐你們 然後誣告罪的話就看你告人家罪是怎麼樣 然後跟你所告罪的來反駐你的罪 所以他誣告罪是不一定的 然後但是如果你牽控太多的話呢 他就說真的就是他親地裡面有一條 就是說如果你若怨過經告終時 並告食人以上不食的話呢 就會被處理這個職位 他最終他就是以六星來處理這些人 然後這些案件的話 在這些就是親戴的地方 所以親戴的這個原告裡面 每一個親戴都有 但是在有一段期間裡面 就會發現說被處理這個末月附近 就是告中罪 然後食人以上不食的這個案件也不少 對有很多 因為這跟那種牽控的技術是有關係的 然後特別是我看了一些官員的做事 他就罵那些原告者 他說他實在是想不明白 為什麼要把製作人侵攻過去 因為他自己本身也會被判以流罪 但是因為我們後來也要發現就是說 因為後來我們做這個經痛的話 我對親戴的流罪官吏 產生了一個很好玩的興趣 就是他當天知道的是什麼官吏 因為他們經常逃走 就是說這些人他們即使到留配的地方 或者是到那個途中 他們就是有能力可以逃走 然後逃走的話 因為拼待電腦的設計師 他不設計控告次數的 你只要是控告的話 杜塔月月月在收尾的話 你一樣還要再來一遍 這段女火沖通往成功的讓杜塔月月 重新收尾這段一遍 還要再玩一次 然後如果要輸的話沒有關係 再逃一次再玩一次 然後陳寗派的有種就是 我們可以說他是殘送嗎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就是玩這個驚恐的程序裡面 玩很多次的那種原告 然後在不曉得裡面都出現 然後官員其實慢慢的追蹤 人很操控 因為怎樣呢 因為你也不能問他辭罪對不對 因為你最多就是 告他一個就是告送是不實現 然後你未婚姻也有罪 然後你也不能說要怎樣 所以他們可能對這種人都有一點忌諒吧 所以在清末的時候 前面有個官員他就前面 應該好像是真伙伴 他就前面反叹 就是說 哎 我覺得現在在你進化案件 其實大部分人都很怕 就是給他問一個公罪 因為覺得說問一個公罪 其實在實質上也沒有什麼幫助 對 然後 或者是說這些人 他覺得這些人他很多都是漁夫漁民 他也不知道情況 然後別人家怎麼告 或者怎麼這樣子搞 然後可能要縮弄 所以這些人經常 就被問你不因為 不因為的話最多就是 打他是這樣 這樣就是問一個真數就是入睡 然後要問你誣告的話 在清末他也覺得弄情景 他自己覺得弄情景都越來越少了 對 因為他怕你就是說 問你誣告的話 你要再搞 或怎樣就麻煩 所以就有這樣的情形發生 我們要找到設身處地來探討一下 假如說我是一個清朝的 就是我想要到精神來監控世界的 那我為什麼會一再探討這個監控呢 那當然第一個原因就是說 第二個原因是時間長的問題 因為我直接告到北京去的話 我可以在整個地方上 省了很多公文審討的時間 而且我後來發現這時間是一個很重要的 因為你如果有官司在生的話 你根本有時候很難忍耐 就是你爛整個月的話 你就會覺得很痛苦 因為像我看到很多作詞人 他們不是都有付誠詞嗎 那些誠詞就會說 啊 我等不及了 對 我實在是沒有辦法忍耐了 而且我告的地方上到神裡面去告 完全都不理我 然後還找我回原來的地方去 然後我現在受不了 所以我就到天氣裡面來了 有這樣子訴訟的那種就是類似在 還有就是訴訟成本的話 我們要考慮一下 就是說是不是透過金控呢 可以讓我的成本比較節約一點點 然後我曾經找在作水裡面找到一些例子 比如說在嘉慶22年的時候 然後在貴州有一個 有一個名字叫唐朝龍 然後他說他自己呢 要金控的時候 他曾經寫的地方上 幫他寫層次內的20兩 然後他自己自備的盤廢 比如說從貴州 藉物穿線盤 走到北京來花了100兩 所以他整個付出大概是120兩 這是他的成分 所以我們必須要考慮到這個訴訟成本 確實是很重要的一個考慮原因 為什麼 因為我們今天要人想像 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我要面臨一個官司的話 我第一個想法一定是時間 就是我要投入大量的時間 要去面臨這個事情 第二點是金錢 就是說我要找律師 然後我要付訴訟費 然後我要怎樣去打這個官司 然後肯定要花這些花錢 所以我應該想說 我們說中國人很怕打官司 他們怎麼一回事呢 有時候怕打官司 他不完全就是說 你可能會受苦受難 有更多是一種 就是金錢上面跟肉欲上面的指紋 因為你要花時間花金錢去做這個預算 他們可能會覺得很麻煩很麻煩 其實到現在比如說像我是台灣人 比如像我們 我們都假裝台灣法治可以把他打好了 但是如果今天有人告訴我說 欸法院給你承票 你被告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覺得很緊張說 蛤 為什麼要上法院 那幹嘛呢 什麼時候 他說他請假嗎 他怕直接嗎 不要啦 然後你就會覺得很煩 就是你還會這麼吃虧 所以其實為什麼很多人跟他有關係 關係在說 覺得不完全是自己會受傷或怎麼樣 那方面考慮 有很多是時間跟金錢上面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訴訟成本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文章其實並沒有寫很多 我自己只提到了一點點 但我覺得其實如果有人對這個訴訟成本 對於這個訴訟的影響有進度研究的話 其實真的可以寫 而且資料還蠻多的 所以我可以說一句話 就是大家可以多看一下那個奏者裡面的 因為奏者有的時候 或官員他匯報的時候 他會把他的原成一體鋪上去 作為作件 這是經常他們做事的一個基本的傳統 就是說你必須要讓皇帝知道的話 你不可以只知道這些東西 那些清單的東西都很立體鋪上去 我覺得那些作者裡面的固件 是相當的也是有價值的 但我這些資料來源的話 很多不是作者本身 而是作者裡面夾帶的清單固件表片裡面 他們告訴我的 我覺得確實是可以做 就是說 這些訴訟成本是怎麼樣影響自己的 就是平台的訴訟方向 那宋施這塊呢 因為我寫到 就是說這個成本這種考慮 就是難免要寫到的宋施啊 但是當時我講實在好 我一定是宋施專家 尤其是新加坡坐在這裡的時候 我不知道怎麼講 因為他實在是宋施的專家 我只能說就是說 我現在看到的 也是我看到檔案裡面寫到的 因為他們確實在宋施的 在地方上的發展跟精通是連在一塊的 這是他們地方官司寫報告的時候他們認為的 比如說在報告七年的時候 就是1827年的時候 這個江蘇群谷有個叫桃樹的 然後他在訪查在江蘇省的宋施的時候 他又拿過一個所謂叫一年包含的宋施 叫做業用 這個業用案的話 我記得在那個 回到保力評論2019年第一期 林寫他正寫了一個宋施業用案 對 然後他也是跟我用超過的資料 就是我們那個觀點不太 就是最後做的結論不太一樣 但資料是差不多的 然後加了進去的話 可以去看每天到十個每天的文章 然後他們拿到這個業用之後 他們都從裡面搜出了一些 就是他們掌握的詞底 搞過 還有一些就是書信的案件 然後後來就具體抓出了他們在北京的一些包藍店 發現說這些人其實 雖然人在江蘇跟北京都有聯繫 然後他們在北京包藍一些磁壽 特別是金控的磁壽 然後在高高14年的時候 桃樹他又查獲了一個 就是在清古縣的立功生周國城 然後他阻止人家去寫那種金控的書信 然後他們接到這個私信以後 發現裡面有一句叫做 脫山書在檢找料 平日易之行商業等等 然後他們就根據這個東西 抓出了他們在京城送市的聯繫 然後他打鼻垢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例子 就是說其實有很多人 他打金控官司的話 他不一定要自己跑到北京裡面 他就像那種代理點 就是說我們今天都有方便 打電話然後怎麼打 他們就不是 他們在地方上面找到代理點 所以有這些代理人 去跟北京這些人接同坐聯繫 然後幫他們在北京打管機 那我們就可以理解就是說 為什麼督察院和夫君同陽門 他們在接受層次的時候 他們一定要把這些層次人抓到一邊來 然後對著他們的層次 一一問他們說 你是什麼人 你要告什麼 你跟這個安全就會有什麼關係 因為他都很害怕就是說 你就是那種就是人家專門來 就是幫人家打告狀的那種人 然後其實跟你自己的事件 是沒有關係的 所以他們才要做這樣的動作戰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這些官員他們一旦抓到了這樣的部分的時候 他們馬上就特別高興 為什麼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找到金控的根源了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說 我不知道是真的不知道的想法 可能在他們的理解裡面 他們覺得金控的根源 不應該是百姓自己想要說話 或是地方上真的有什麼問題 而是一定有人在鼓腦說弄 或是要刺激這樣的人生 然後他就覺得說這個宋師肯定是 做這樣的事情的主導之一吧 所以他們每次去端這些宋師的窩點的時候 如果成功的話 他們都會非常高興 然後搞得特別壯大 然後一定要把這個窩子 所有的珠蓮東西全部都抓出來 所以皇帝看說 我破獲了這樣子那麼大的一個宋師的窩點 然後找到一些金控主導的一些元兇 然後皇帝通常都會非常的高興 然後下個玉子 然後獎勵一下這樣的觀念 然後順便再把宋師一起罵一頓 所以我平常就是有時候我在看 就是相遇長大跟這些親愛觀人奏哲 然後我都覺得他們不知道自己到底解決什麼東西 因為他們其實並沒有 就是真的看作的他們並沒有把 就是為什麼要造成這樣的問題 那個真正的點寫出來 其實他們都是在繞一個文章 就是說因為有什麼東西導致什麼東西 或是他們認為東西導致什麼東西 所以他們只要罵那個東西就可以了 然後罵完就算了 他也不會去做什麼根本上面的改變 所以有時候就看那些句子吧 跟奏哲吧 雖然這個內容很豐富 但是最後被他們造成的那些實際上的改變的結果 我會覺得很容易避避 所以我自己當初就是說 我在關注這個金控問題 其實就慢慢的我就對這些金控 比如說他底下的這個層面的活動者跟參與者 就是產生那些興趣 因為你光看那些奏哲的話 有時候你只能看到一些很公文式的東西 因為我們必須要想見的一件事 奏哲它雖然有很多就是 鋪淺社會的普遍東西 但是它更多的時候它是朝廷的公文 所以大家如果就是有當過公務員就知道說 我們寫公文的話 我們肯定不能寫東西到時寫 或是你必須要修善的文句 然後有一些就是比較雕專的就是人 他就會覺得說那我們要怎麼樣看這些訴訟的 會輸他有關係的那個奏哲文件 我們都會覺得它是假的 為什麼 因為它要調整 比如說它要防止不剝 就是防止情婦被剝下來 所以我們要修正這個當事人口供 或者是要把他們的情罪 就是讓他們可以妥協 然後讓媳婦不會隨便搏身 或怎麼樣 有很多人會覺得說 這個東西不是真實的 然後要一定要相信他們所說的東西 然後反而生生的壞 然後有時候其實我們都覺得說 確實我們可以說 這東西你要反而壞 但是我們不可以否認 就是材料它某一些 它充顯出的真實性 比如說它肯定有真的 肯定也有假的 那我們要注意那些地方 比如說它在寫參與人的身份 或參與人的一些表現的話 那肯定是真的 因為它的身份背景就是在那邊 所以我對它那些就是 控告可能產生一些興趣 然後不是有這個東西 因為那時候我這一寫的時候 我關注的不能太多 因為我那時候在 就是以一本書的想法來寫 就是那個金控 然後如果我寫太多的話 我會覺得那個東西的 金控的一個重點的話 它就已經不見了 它就變成一個社會 放社會情節論的東西 所以我雖然有寫到 並沒有寫太多 但我還是覺得說 這個寫到自己的身份的話 我們是確實要值得去跨中去注意 比如說身為婦女的話 她會用怎樣的視角 跟怎樣的觀點 來看到驚嘆 然後他們在金控裡面 會稱它怎樣的角色 然後我自己因為本身 做邊廂室的關係 所以我都會很 就情緒自己 會關懷一些小吃民族 然後甚至是地方上面的弱勢民族 有可能就是 我有可能也是受到 就是比較西方的影響 就是對於那種邊垂的那種 群群自己關懷 所以我自己的文章裡面 我選了幾個頓獎 就是回民 然後還有就是風子 然後還有就是蒙古 然後這樣子的群群 然後想看他們就是說 他們在金控的身份 然後他們真的在金控裡面 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然後他們可能會受到 什麼樣的歧視或什麼樣的尊重 然後還有一個很值得寫的就是官員 因為官員特別值得注意就是說 特別是地方上的第一級官員 因為他也沒有其他的做食权 然後他也一樣利用這個金控 然後他們的身份 會不會幫助他們在監控裡面 有一個尊重 這都是我們想要去注意這些東西 但因為很多人就是說 你看你這樣子的話 就好像不太很法治癡 那其實我也一直以來講一件事情 就是說 那什麼叫惡政規的法治癡 就是以法律為主 那種東西 就發生什麼 其實現在也慢慢改變了 就是說因為法治他不能脫離社會 他必須跟社會 就是一直很緊密的聯繫在一起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連對社會 就把社會的這個動態 跟法治療系聯繫在一起的話 我會覺得這樣子表現的層面 才會比較活一點點 然後還有就是 就是我自己在寫的時候 因為我最大的缺點 一天試試 我自己本身就是法學的西洋師 不順已夠 然後我雖然就是 嗯 我也不太想像就是 有一些日本學者這樣去寫 就是說過度的把這個西洋法 把這個帶到這個中國的法律裡面 然後去提煉一些關鍵 然後其實我不太想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還是覺得就是說 我並不覺得就是 中國人只是純粹的深淵 然後陷入一種 就是那種在哭天喊地的那種感覺 其實我再看這些 就是他們原來附的層詞 就是他們自己寫層詞的時候 其實我很清楚看到就是 不管一個層詞是宋師寫 什麼帶一個層詞的人寫好 其實他要授權的是 我想要什麼東西 只是說我們寫 就是說在傳統寫功文裡面的話 念有傳統的書寫的模式 我不知道大家就是 有沒有就是寫過類似 我們就叫應用文 叫功文書寫好了 就是說這個應用文 它是有一個套利的 因為有可能是 我做台灣的傳統教育 那個意思還在 像我小學的時候 我就經常寫 念一寫應用文 那應用文的話 就是那種從功文而鎖裡面變化來的 比如說要寫什麼 某某某某大劍 某某什麼什麼先生讀物 然後我們要寫什麼東西 然後最後要寫什麼獨下 然後什麼敗情 什麼君起這種東西 就是小學的時候 我們要練習一些這種東西 那老師就會給一個主題 然後讓你去套在這個應用文裡面 它簡直像個模板一樣 讓你去套著用 然後我們就會去想各種主題 比如說我要給我爸寫什麼東西 說什麼東西 但是要應用文的方式來寫 你就會突然發現說 你本來很溫情默默的東西的話 在念文一套的話 不然就變樣了 變成一個板板的東西 在那其實我會覺得說 我看這個訴訟文書的話 感覺也是一樣的 因為他們在寫的訴訟成詞的時候 其實是有一個套路在裡面 所以你必須要先把你的諸語 把你的重點給亮出來 然後在後面生一個冤 然後把你的冤情寫得怎麼樣 但是我們不能忽略 就是說中間裡面 他寫了很多我想要表明的東西 而且很強烈的把它表明出來 只是他只能用當時那個語氣 那個方式來寫這些東西 但因為我自己就缺乏這些東西 所以我就不能提煉得很好 我只能用史料在論述的方式 把它提煉起來 然後我很失望就是 有誰可以看到這些東西的話 刺殺什麼靈感 然後自己就是寫了一些文章 然後把我觀點跟體驗出來 是我非常想看到的 非常歡迎的 那我今天做報告就做到這裡 謝謝大家